在餐厅吃饭 包包当然是最好 放在自己看到的地方 否则背后长出手来也不会发现 而且呢 现在有偷包二人组就在餐厅徘徊 提醒大家 真的要小心 餐厅里聚集用餐民众 但仔细看 这两名男子不坐在位置上 反而到处徘徊 边打电话 眼神却还偷瞄 似乎在观察什么 果然下一秒 其中一名男子 以讲电话当掩护 另一人趁机摸走顾客的包包 当事人没察觉 对面的友人 固执当低头族也完全没发现 这位型手机盛行 有时候我们坐这么近 但其实距离却是最遥远 因为我们都在低头玩手机 有时候甚至连你的包包不见了 都不知道 或许是包包离身边有段距离 再加上朋友当低头族 才让小偷得逞 看似破绽摆出了行窃手法 却能让被害人 神不知鬼不觉 窃贼就是注意到 现代人太依赖手机 而忽略四周环境 低头族酿过 先前就有不少的相关案例 民众要当心 一起吃饭的话 就在那里 拿着手机在那里滑 我觉得这样的话 大家感情都越来越淡 他们就是很安静 然后一直这样滑滑滑滑 滑手机 都没有抬头聊天 都没有抬头聊天 低头滑呀滑 似乎不一起滑 就跟不上流行 但小新一直滑手机 不但减少跟人之间的互动 更让小偷有机可乘 记者吴俊德周玉如台北采访报道